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五星简陋 今天来到哈尔滨最大的古玩市场 就是位于哈尔滨到外区 静语头道街的古玩市场 今天打算买点前苏联的古董 因为我们这边离俄罗斯非常近 苏联老物件比较多 这是前苏联手费的油画饭盘 饭盘挂墙就行 当茶台也行 40块钱就给了 要不干了 这个放的油画很大 是 喜欢20块钱是吗 30块 我这来到50买的 行就20块钱 掏钱 我这不干了就站这边 你现在只剩花一张多多钱 是 拿个烫手了 是 我给他们个烫手 再画这个 画这个3.6 这玩意儿咋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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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就八十块钱 五百块呢 那儿就 三十一元 三十一元 那点是不是写着三百六 三十一元 就在我准备离开之时 老板同意了 就30 出汗了 我们首先看这个铁板画 这个其实是前苏联的 上面所有的纹路 全都是纯手绘的 旁边还有苗筋 有点像那个欧洲的老油画 只不过不是画到画布上 而是画到铁板上 这种画非常有苏俄的风情 在咱们国家 除了靠近俄罗斯那几个城市 正常的古玩市场 是不可能见到这种东西的 我们看看这个铜板画 在5月18号 我发布的一个视频里 淘道国两幅这种铜板画 当时那两幅铜板画 被一位粉丝的朋友买走了 许多粉丝朋友留言 希望我在市场上 再找一幅铜板画 今天也是偶然间 在市场上碰到一幅 只不过这幅品相 没有那两幅好 后面也是印有俄文 如果对这种铜板画 不太了解的朋友 可以翻一翻 我那5月18号的视频 那个视频里 详细的介绍了铜板画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本期节目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